接著我們來分享一下它的光繪模式 接著我們來分享一下它的光繪模式 我覺得這是這一盞燈還蠻特別的一個功能 平常如果你有在玩光繪的話你就知道你如果需要 平常如果有在玩光繪的人你就知道如果你想要寫一個字啊 或者是畫一個圖案你就需要一直去開關它的電源 或者是你就要持續的開著然後想辦法把所有的圖全部連在一起 那這一盞燈真的是非常方便你只要按 輕輕按一下它的光繪按鈕你就可以斷掉 就是如果平常有在玩光繪的人你就知道光繪呢 如果你平常有在玩光繪的人你就會發生幾個問題 就是你畫一畫你就要一直重新開關它的電源 或者是你就想辦法把所有的圖案全部連在一起 一氣呵成 但是這一盞燈呢就有一個光繪按鈕你就可以輕鬆斷開一個字啊 你可能是在寫A然後你要寫B的時候你就可以斷開 然後再去寫另外一個字 這樣子就可以輕鬆畫到 這樣就可以輕鬆畫出你平常 這樣就可以輕鬆畫出你平常沒有辦法 這樣就可以輕鬆畫出你平常沒有辦法畫到的效果 真是還蠻特別的功能啊這也是 這樣就可以輕鬆畫出你平常沒有辦法畫到的效果 這樣就可以輕鬆畫出你平常沒有辦法畫到的效果 這個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有光繪功能在一盞燈上面的 這樣就可以輕鬆製作 這樣就可以輕鬆創作你 這樣就可以輕鬆畫出你 這樣就可以輕鬆畫出你平常沒有辦法畫到的效果 這樣就可以輕鬆畫出你平常沒有辦法畫到的效果 這樣就可以輕鬆畫出你平常沒有辦法畫出來的效果 這樣就可以輕鬆畫出你平常沒有辦法畫出來的效果 這真的用了才知道 用了我真的是超喜歡這個功能 這樣就可以輕鬆的畫出你平常沒有辦法畫出來的效果 用了才知道我平常 這樣就可以輕鬆的畫出你平常沒有辦法畫出來的效果 真的是用了才知道 這樣就可以輕鬆的畫出你平常沒有辦法畫出來的效果 真的是用了才知道我以為就是一個開關碼 這樣就可以輕鬆畫出你想要的效果 我以為它就是一個開關碼 這樣就可以輕鬆的畫出你 這樣就可以輕鬆畫出你想要的效果 這樣就可以輕鬆畫出你想要的 這樣就可以輕鬆畫出你平常沒有辦法畫出來的效果 那真的用了才知道 我在還沒有用這盞燈之前 我就看光繪模式那就是一個開關嘛 但是用了才知道真的是超級好用 對光繪而言真的是完全輕鬆非常非常的多 你就可以輕鬆做出你平常沒有辦法畫出來的效果 那你真的是用了才知道 你就可以輕鬆畫出你平常沒有辦法畫出來的效果 那你真的用了才知道 因為還沒有拿到這盞燈之前 我以為光繪模式就是可能就是開關嘛 那用了才知道 哇塞 這真的是超級好用 你可以這樣子隨心所欲的隨時去關跟開 真的是超讚 好 成員 都還沒用